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慧没事 你不用扶我 我没罪 哇 李宗盛怎么这么乱呢 还有两个星期就要走了 所以得开始收东西了 小慧 你说 我到底应不应该去加州啊 我也不知道 但是听你说起来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你看 你都已经找到工作了 我还留在学校呢 可是我在加州一个人都不认识 要是老板不喜欢我怎么办 穿交给我的地图编程 我都已经快忘光了 要是搞砸了又被炒了鱿鱼 那时候我该去哪啊 我真的好舍不得你们呢 跟你们在一起永远都是欢笑 你 千千 叶子 高松 还有穿 你看 这是他送给我的pumping bear 上面有一串数字0.026 我搜索了他的意义 我搜索了他的意义 才发现 原来他是北美留学生 从陌生人到恋人的概率 0.026 你说这么小的概率 都让我们俩给碰上了 你别想那么多了 我得顺利 是啊 我去哪儿 你别想那么多了 天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知道你们两个人在国外从相遇走到现在有多么不容易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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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锦囊就说明呢 你已经有面对梅的勇气了 除了这个 你还需要什么吗 他在哪儿 小梅 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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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喜欢 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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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呢 异地恋适合于独立性较强 善于沟通 具有柏拉图倾向 懂得用文字表达爱意 专一 受得了寂寞 同那么感性的人群 比较像我们吧 然后呢 他还讲到了男女的思维差异 短信问题 吵架的学问 父母问题 瓶颈期的问题 甚至还有异国恋应该注意的种种 哇 好全面啊 异地恋啊 只要懂得方式方法 它只不过是指老虎罢了 来 给你一杯 谢谢 哎 对了 船 我还有一个星期就要去加州了 要不我们一起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 嗯 要不我们放孔明灯吧 我们可以许下一个关于我们的愿望 孔明灯就可以把我们的心愿带到天空 像繁星一样掩着夜空 好啊 那以后我想你的时候 就看星星就好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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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灰 小灰快醒了 你怎么了 小灰 你要管我 好好好 我不管你 我不管你 但是 你总得告诉我 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吗 嗯 嗯 我觉得我自己真没用 我爸妈都生病一个月了 唉 我居然都不知道 每次打电话问我妈 她都说一切都好 你爸在楼下下象棋呢 我怎么这么笨 连这么敷衍的回答都没有察觉出来呢 现在我爸爸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 今天我妈才给我打电话呢 我却在这里 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分析实验数据 我什么都做不了 你说我是不是吃错药了 我当时那么刻苦申请出国 那么执着地要到美国来 问了什么 现在可好 实验不顺利 这段时间培养的细胞全部死掉了 要重做 现在爸爸 我病在床 我就不在他的身边 我真的是个什么都干不了的废物 小慧 小慧你听我说 你不是废物 你也不是没用 你只是面对了生活对你的考验而已 在这种时候 你要冷静 你更要坚强 你想 你父亲也不愿意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对吗 我已经在这里坚强独立太久了 我不想再坚强 我不想再冷静了 我知道不到我爸爸身边 留学 都是浮云 只有在自己最在乎的人身边才是最重要的 叶子 你不用管我 你走吧 不行 我担心你安全 我怕你会做出傻事情 叶子 你真的不用管我 你走吧 没事的 没事的 一切都会好 一切都会好 小慧 我 我 许个愿吧 不要说出来 说出来就不灵了 我 我也好 我数123松手好吗 好吗 123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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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叶子 谢谢你 for everything 一路平安了 哇 好大的农场啊 嗯 那你知道吗 嗯 美国五十年来农产品一直过剩 嗯 一个农民可以养活一千个人 嗯 这儿是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个农场了 你以后去了加州大城市就再也看不到了 所以带你来看看 嗯 真的很漂亮 等我老了的时候 就想用一个这样的农场 然后做一个红博 自己种菜养动物 自己自足的生活 吃有机的食物 过自然的生活 嗯 我以后想到一个偏僻地方开一个加油站 嗯 里面的便利店可以给过往的旅客 提供免费的咖啡和食物 嗯 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嗯 看到这样的画面我就想起了天沧沧野茫茫 风吹草地献牛羊的场景了 嗯 真的很美 喂 好 那我过去看看吧 好 回去看看吧 嗯 就这样 小灰放弃了学业回国了 小叶子 小叶子 开始刻苦准备苹果公司的demo 我帮梅 复习着她快要忘记了的地图编程 为她的旧址做些准备 高松呢 听她同学说她去外地参加了一个关于航空航天的workshop去了 而千千呢 她和舞蹈社一起去参加演出也还没有回来 生活就像一出戏 我们每天都扮演着留学生的角色 感受着留学的酸甜苦辣 撰写着自己岁月的印记 而我 觉得留学最大的好处 不是能见到多少人 见过多美的风景 而是走着走着 在一个际遇下 突然重新认识了自己 发现自己的下一步 应该往哪里走 最后一到达 你的对象 对象 准备 说话 母带 然后 等等 这个剧不是有十集吗 怎么到第九集就完了呀 大家好 我是在这个剧中担任编剧导演 摄影灯光后期制作 端长送水和开车接送职务的召集 第十集当然会有的 它将会是美国留学那些事的幕后特集 那会讲述这一年来 我们剧集制作的新录旅程 播放更多的报销花絮 同时呢 我们也会公布所有剧集的 720P的高清下载地址 那你还会有机会 获得高清的DVD和演员的签名海报 这个海报的作用是非常的多的 你可以拿来当桌布呀 垫桌脚呀 而且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还可以像这一集中小会一样 把它撕个粉碎 一解心头之恨 同时呢 我们还有限量版的 剧中提到的那个 0.026版的南瓜熊 送给大家 我知道我们有来自中国 美国 法国 日本和澳洲的观众 不过不管你在世界的任何角落 我们都会记到你的手中 美国六岁大街市第一集完结了 从一年前情人节播放的小概率事件 到今年情人节的完结片 一年的时间转瞬即时 不过我们才刚刚开始 全新的第二季正在筹备中 2013年 我们会有更多的精彩和感动 送给大家 所以 你只需要关注我们的人人网公共主页 新浪微博 优酷空间 YouTube Channel 或者Facebook Page 就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 今天之所以在这里说那么多废话 是因为今天是情人节 为什么情人节要说那么多话呢 是因为我要凑时间 把这里集的长度凑到25分14秒 二五一世 爱我一世 希望这个特殊的数字 能给大家带来情人节的祝福 最后请大家原谅我 这一口标准的四圈普通话 那再次感谢大家对这个剧集的支持 我们第十集再见 祝大家新年快乐 情人节快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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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了 对 不错了 不错了 这次就是大情况 对 当时你绝对能 emotion她 对 对 错了 不错了 不错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而且已经包有一点了 对 你说包一张 他太大了 所以我还是在包一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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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音乐